歡迎大家收看本週的電動工具教學 這個系列會教你常用的木工電動工具 基礎用法以及安全操作方式 如果你剛好對這類型的影片感興趣 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學習電動工具的知識 讓你更安全、更有效率的做木工 今天這集是修編輯的第二集 如果我還沒看過第一集的觀眾 可以轉台了 不是我開玩笑了 右上角資訊卡有上一部影片的連結 建議先看完第一集 再來看這集 會比較有概念哦 今天這集要教大家怎麼裝刀 先將羅帽轉鬆 再這樣刀具插入 裝入刀柄長度的2分之2即可 個人習慣會插到底 大家看幾種 刀裝好後就先用手鎖 接著用扳手縮緊 木田的這台有一個插槍 按著插槍用扳手轉緊即可 如果你的是一般的修編機 就會需要兩支不同尺寸的扳手 先看羅帽轉緊是哪個方向 裡面這隻小扳手就會轉到那個方向 外面的大扳手就會往小扳手的方向轉緊 有緊就好不要一直轉 到時候會拆不開 那拆刀就是將兩隻扳手的方向換邊 小扳手一樣是頂在桌面 大扳手往同一邊壓 這樣就鬆開了 接下來要跟大家講一點優關安全的部分 就是修編機到底要推還是拉 要左邊還是右邊 順時針還是逆時針 這個很重要也很危險 你方向一旦錯了就會發生危險 我們應該先了解修編機的旋轉方向 而我們推的方向要跟刀旋轉的方向相反 木工的專業術稱為逆刀 反之則稱為順刀 順刀不是材料飛走 就是機器往其他地方報仇 先把修編機打開馬上關掉 等它變慢之後 就可以看到它是順時針旋轉 也就代表我們在打這塊材料的右邊時 要將修編機往前推才是逆刀 或是打左邊就要往自己的方向拉 以這個邏輯來說 如果我今天要洗這樣一圈 維修編機就要逆時針旋轉 而刀具一樣是順時針旋轉 所以兩者的方向是相反的 現在把材料換成這一塊 現在要打這個內圓一圈 請問我該順時針還是逆時針打 給各位五秒鐘思考 答案是順時針 我相信你應該已經搞鬼了 剛剛不是說方向要相反嗎 怎麼這個就變順時針了 沒關係我教大家一個辨識的方法 把進刀點都設為材料的右邊 再將修編機往前推 這樣的方向一定是對的 內圓的話就用一樣的方式 材料的右邊 材料 右邊 往前推 這樣比較了解嗎 那剛講的都是修編或是倒角 現在來說說錫砍槽 我要在這塊料中間開一條槽 請問我要往前推還是往後拉 一樣給各位五秒鐘思考 答案是都可以 你現在應該滿臉問號 原因是開勾時 刀具的左右兩邊都會切削到木材 就不會有順刀的問題 但如果槽不夠寬 我要洗第二刀時就有影響了 一樣套用剛剛的攻勢 把進刀點都設為材料的右邊 所以就是往左邊再洗第二刀 千萬不能往右洗喔 會直接被拉走 以上是做木工大致會遇到的情況 希望大家能夠了解修編機的原理 不要只是死費順時針 因為木工是很活的 唯有了解原理才能活用 那當然修編機還有其他更進階的用法 那是洗原 挖孔 打石木封面條的 如果你真的有心想了解學習的話 可以點擊說明欄的連結 跟我預約一對一的資訊 好了看完兩集後 希望大家對修編機有一定的了解 如果你有不懂的 就套入我剛剛教的公式 還是不懂的話 就在留言區留言發問吧 我都會替你解答的 希望大家看完這部影片 就入手一台修編機 再使用 進階到新的木工領域 好了 如果你想學習更多電動工具的教學 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在這部影片有學到一些修編機的知識 放給這部影片點個讚吧 你的知識是我最大的動力 好了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我們就可以看完 answering You know 我們 troubledني 我們收到這回來